你一年以内要把国内外 把这个疫码你有效性要提供 请问报告在哪里 你要一替月的时间 上个礼拜 月黑风光就给它 14比0就给它通过 CDC 疾管署 当他们做的 你不送小 人家有点是小流氓啊 下面其实有一个 如果再加一句的话 就是你是三年级的小孩啦 先为不顾对被质疑说 是不是当高端的枪手 那么陈时中说 疾管署的公务员 没有党政色彩啊 只有专业啊 因此他们做的报告 可信度是最高的 问题是政府提供 全民施打的大数据 那么用这个数据来看 真的公平吗 因为打高端的都是 大概是18到29岁的 年轻族群最多 拿来跟老人家 打的AZ来做比较 那高端的数据 当然一定会比较漂亮 没有做过三期试验 就好像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好 就算你说好 同等学历的资格考考过了 那你也是同等学历啊 我可以说 你大考的成绩很棒吗 你明明没有参加考试 不是吗 贝尔元 这个里面啊 真的从高端 从开始就很怪啊 我们让大家来回想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 当时还没有给高端EUA的时候 我们当过副总统的呈现人 就想说 我是做实验的哦 他到现在 那时候还没有解吗 他觉得很好啊 他觉得好像那时候也没有染疫啊 但是解盲一公布 因为两组人 只有做实验的人知道 一个是打疫苗 一个是打生理食言水 结果陈建仁打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打的是生理食言水 他根本不知道他打什么 他就先帮高端背书 我打了 我做很好 我真的很去啊 我昨天啊 因为今天我们 我们党团要开记者会 我就收集很多事 我打电话问杨志良 我也打电话 几个交统计的 曾经还 这些人 曾经在美国的 这个食药署 就FDA 或者CDC那边 有做过工作经验的 我说 美国有没有帮药厂 CDC或FDA 去帮药厂 去做这样子的实验 去做 他说绝对不可能有 我跟各位报告 在去年 高端EUA的时候 人家莫德纳也好 EG也好 BNT也好 都是一期 二期实验做完 做三期做到 期中 期中报告 做完以后 中间的中 才发给EUA 因为你要做到 三期期末报告的话 可能有的要 有的要 像要做五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因为我是 发EUA就是紧急使用了 Emergency Use 结果他 我们这个高端的 二期 二期的 其中的报告 中间的中 都还没有出来 就发给他了 因为时间 理由是时间寂寞 当时在审查的时候 有十五 二十一位委员 有十五位委员 要求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一年以内 要把国内外的有效性 这个打这个疫苗 有效性要提供 那去年七月十九号 我就在今年七月十九号 就开这个记者会说 请问报告在哪里 一直拖到十月 十月底才 第二 第几次补建区 我们还在立法院 我当早委开 审他们的 这个预算的时候 我叫他们来做 使用报告 我们好几位委员都在问 他说 他说他们要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时间 才能提出来 他去一审会讨论 有没有这个有效性 结果 这个上个礼拜 月黑风高 就给他14比0 就给他通过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是CDC 疾管署 疾管署 帮他们做的 这个好友一笔 叫什么 老师喜欢有一个学生 他在考试的时候 那个学生他不会写 他就把考试拿过来 我帮你写 因为好像是 我们公司要上市 上市 我资料准备不足 我台湾交易所 就说拿来 我来帮你提供 有人这样子干的吗 结果他们还 大言不谈 就说英国有做过这个事 英国 我就去查 然后英国就是 当时有一种药 他们怀疑 他的有效性 所以英国 在他在销售的时候 去做了一个 做过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全世界 我们不要问全世界 台湾 我们CDC或死药署 以前台湾申请药 药证 有帮过任何一场 任何一家的 这个去 帮他做实验 取得药证 有吗 取一个例子就好了 我问过 人家是搞生物统计专家的人 包括我问过杨志良 他们都是 真的是觉得 真的无语问苍天 国家怎么可以堕落 那么大辣辣的护航高端 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真是 真是人神共愤 不过陈生讲了一句话 恐怕得罪了不少人 他呛蒋万安说 如果蒋万安有打高端 不爽的话 那我还没话讲 但打了高端之后高兴的人很多呢 此话一出引发网友痛批说 买高端是花你的钱吗 是你捐的吗 你花的纳税钱不是我的钱吗 我不能够不高兴吗 我不能够批评吗 当初政府护航高端又买不到其他疫苗 等于是没收了民众打疫苗的选择权 但是现在还说没打高端的人不能够发表意见 所以买高端如果一分一毫全都是花百姓的纳税钱 难道现在政府是连人民有监督的权力都要没收了吗 是老师 我先讲 陈思中讲那种话 当然也许是他们在绿营的这个场子 他可以你知道许暖 他那时候你不送手 有点是小流氓 你知道下面其实有一个 如果再加一句的话 就是你是这个 不能讲了啦 三年级的小孩 你知道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三年级的小孩 那我是想说陈思中他老爸 好歹也是台大的法学院的教授 日本时代受过教育的 你知道这种话 那个爽在我们家里 不爽就是挑衅 然后爽也不能讲 因为那是就是不能讲 所以我在家里可能我妈妈会 搞不好这样吗 然后我爸爸跟他散去配的 OK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我不太晓得他家教是怎么一回 第二个他那个态度 我们为什么不能 老百姓可以质疑 然后立委当然是帮我们在管的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质疑 然后选举的时候 更是检验你的政策最好的时候 所以他那个态度 我想这个NCC是可以接受 那是懒惰你知道吗 懒惰孩子 坦白讲不吃人 我都可以讲 怎么那么嚣张到极点 其实我坦白讲 今天这个不是说我要吃中餐西餐日本料理 然后是花我们自己钱的 你不吃的你在那边 你等一下有的时候就靠腰 什么那个东西 但是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钱 然后你让我们没有选择 逼我们要去打那些东西 而且是三三吃了 这个部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只是讲说 其实像这些东西 你说我如果不得已的话 我也没话讲 其实犯了错 然后又那么嚣张 就是我看到民进党全面执政 就是这么可恶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的颗3 的颗4 的颗4